字幕提供 Hello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歐拉 好這次呢 共演服務更新的一個東西 是監管者 監管者技能有所改動 速閃之魂小一閃改動是比較大一點的 來看這個 無助孽盤 像指定位置拋值震魂傘 震魂傘会在目标填留5秒钟 傘覆盖的区域会显示周围求生者轮廓 也就是说你现在可以把傘丢出去 然后可以直接不用切换双魂形态 而是直接丢出去达到一个 我觉得像一点像这种 这个 窥视者的这个效果 对 有没有 他这个呢 也是可以大幅降低其余交互速度 然后 对就是一个窥视者 移动的窥视者 可以直接定位 远距离抛窥视者的概念 这样去理解就好了 好 然后呢 如果你发现的话呢 就是 有逃产者在那边破异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选择 瞬移过去 你可以直接选择收回来 对 现在可以这样子选择了 然后收回来的时候呢 会返还大部分的冷却时间 因为5秒钟 比如说你丢出1秒 你就直接收回来之后呢 很快就可以再使用了 对 也是这个概念 然后无伞状态的 小一伞呢 移动的速度及翻航速度都会提升 但是没办法攻击 或进行其他的交互 对 这个是应该是说没有伞的时候 等于是没有武器的概念 好 然后5秒结束的时候 伞会自动飞回速伞之魂的手中 所以呢 能够观察5秒钟的时间 那还有一个改动就是 我们的小白呢 拆板的速度呢 变快一点点 小黑呢 就是移动速度呢 也变快一点点 对 这是改动 那具体呢 等一下再看 那还有一个 小丑的部分 现在小丑呢 在装配零件的时候呢 这个 可以一次改装了 正常呢 原本是 比如说风翼 就是 安装一次 然后砖头 安装一次 推进器 安装一次 那这次呢 可以直接改 好不好 那具体怎么样呢 等一下测试就知道了 好 我们先进去测试看看哦 走吧 好 进来了 用红教堂来测试 首先呢 先看一下 这个技能怎么样 有个T 就是一个新的技能 可以朝指定位置 拋止雨伞 等一下 我看一下 我们在破译 哎 破译一下 各位 动起来啊 各位 各位AI 动起来啊 各位 好 等一下 先走到中间好了 哎 有耳鸣 在哪里 在这里 不过 我现在不是要测试这个 好 这边是最近的 再破译这个 好 我现在直接丢过去 用T 有没有 雨伞过去了 然后可以看到轮廓 那你可以选择要不要过去 像我现在直接过去 哎 这是收回来 不是过去 对 再按一下 一样的按键的话 是收回来 好 再测试一次 这些CD时间算蛮快的 过去 怎么又不破译了 有了 再破译 好 有没有 然后 哦 我知道了 按这个键就可以直接到了 哇 好快 超快 然后 雨伞上面有这个 符咒的概念 这个符咒是 可以增加 攻击的效能吗 我不知道 没看到人 好 过来之后呢 CD时间就是回复到正常了 哦 这边有足迹 看一下哦 打来有什么效果 好 似乎这个 哦 雨伞的效果没了 然后马上就 能够使用 等一下马上存在感就解锁了吗 存在感一次标到可以用技能的状态了 才打一下而已 哇 水晶变好强哦 好 打到了 OK 那接下来再测试一下 诶 谁在破翼勒 没有 附近都没有人在破翼 有看到了 在这里 好继续 就是这个位置 有没有 轮廓在这里 然后可以选择收回来嘛 像这样 就是收回来 然后 放雨伞的时候 对 交互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大为增加交互速度 好 五秒时间 我看一下能不能翻过去 翻 哦 然后我秒会自动收回来 好回来了 很快 收回来的时间很快 而且好像没有任何的动作 就直接交回到我的手上了 再试一次 好 过去 好 翻 OK 没什么问题 收回来 好 手动也可以收回来 哇 这样的话变得很帅 诶 整体有一种非常帅气的感觉 诶 好 过去 走 直接过去 诶 按错 对 似乎还不习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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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按一次 好 差不多是这个距离了 过去 是不是 然后一样是有这个效果 雨伞一样是有这个 符咒的效果 所以存在感似乎 也是能变得很厉害 对 好 OK 那就这样子了 然后灰烈一刀之后呢 那个效果就会消失了 好 然后其余的技能呢 都是一样没变 该吸魂的也可以吸魂 好吸到魂了 然后雨伞可以丢出去 然后切记雨伞在丢出去的状态下 没办法攻击 所以必须把雨伞先收回来才能攻击 其实也不会很慢啦 速度算蛮快的 所以 习惯就好 对 如果用的习惯的话 的确是能非常灵活的运用小雨伞 好 我们来测试小丑吧 好 接下来换小丑了 不过刚刚那个小雨伞有一个技能 就是切换形态之后呢 呃 雨伞上面不是有符咒吗 其实那个是增加 大幅增加攻击的速率啊 不是增加存在感 所以这个存在感呢 应该是我用的技能 对 我点了这个张狂 所以才有的 所以一次还是正常的存在感获得 好 那现在小丑呢 呃 各位可以看到右下角呢 有这个零件 对不对 有这个齿轮的这个状态 就是一次可以装备的这个按钮 好 我看一下喔 现在先剪一下零件 然后现在有了一个 第一个还有第三个 对 我们这个风翼呢 还有第二个还没剪到 好 剪到了 好 那先来试试看 呃 一次装配三个零件怎么装配 先按技能 按这个齿轮 然后就可以选多个零件 1 2 3 看你是要装1 3 还是1 2 3 还是2 3都可以 比方说按一下这个 有没有 就会亮亮的 那就是已经选取了 那你也可以只装2 3 很灵活 也可以装1 3 有没有 那先来看看 一次装两个的 速度怎么样 先看2 3好了 好 来咯 有没有 明显变慢了 有没有 明显变慢了 对 那为了测试 我们先再装1看看好了 1是不是快一点 好 所以同时装两个呢 速度会慢一点 不过 一次装两个速度 还是会比就是 装单个这样累起来的时间 还要来的长啊 好 我再累积一下 诶 去哪里 好 然后 现在来看看 一次装3个的速度怎么样 1 2 3 好 一次装 有没有 就变慢了很多 但是这怎么样呢 也是比 单独装3次还要来的快 对不对 所以小丑这样来讲 应该算是能力提升了啦 对 好 那一次三个了 来试一下 冲 刺 一下 走 有没有 这样应该是一次 有没有 有这个风衣的效果 也有这个无限冲刺的效果 然后也有补血 就是摸回来速度 减少的这个效果 虽然看不出来 不过确实有这个效果了 好啦 那演示差不多就是这样 主要是改小一闪的这个能力 还有小丑这两个能力 有略微的调整啦 那小一闪的话呢 我是觉得这样子的话呢 应该会变得比较厉害一点 也许可以不用带眼镜呢 对 可以再带其他搭配 这样呢 玩法会更多样性一点 好啦 结束了 那以上呢就是我玩 公眼服测试的影片 如果想要的话呢 别忘了按赞喔 想追踪我的频道呢 别忘了订阅我的下方 还有另外的IG呢 也别忘了追踪我 我是小伙伴奈来 赛姐见 掰 好阿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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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 好阿尼 好阿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